喂 喂 欸 有沒有參加過彩品隔營啊 喂 什麼沒參加過 連續辦了12年 你是不是台灣人啊 全台灣的年輕人 應該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彩品隔營 記得在這裡為大家再做一則插播 十幾年連續每一年不一樣的主題 你都沒參加過 那你真的太遜 在每一年這樣的一個大型的禮會的背後 有多少人付上代價 我們的彩品隔營 不是只有讓你坐到那邊看 坐到那邊聽 我們讓你跑跑跳跳 你的雙腳離開地球表面 他們盼望自己曾經走過年輕的痛苦的歲月 不要讓下一代再這樣辛苦 你知不知道 小主可是好像星期天上的人啊 所以很多的哥哥姐姐 他們花很多的時間 加入這個籌備的行列 預備了每一年豐富的財品而已 最讓我難忘的 就是每一年晚會 很奇妙 相機就來拜訪我們 我們有生活秩序主 我們還有膳食主 你想想看 兩千人三百人的便當 這怎麼辦呀 訂了便當之後 還要保證好吃新鮮呢 那麼便當吃完了 還得收厨員呢 我們的哥哥姐姐 就這樣一年又一年 幫大家準備著 然後又幫大家善後的這些噴啊 怎麼收拾呢 你一定要來喔 才藝品隔音 不是只讓你好玩而已喔 它會改變你一生的生命 知道嗎 快來 來 好厲害 變成不停歇